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我们事前上后 今天有我 罗高和隔离阿景明 大家好 你看我们也很严重 戴口罩 这个星期香港的疫情有点反复 进入了第三波 而这个第三波也来得比较急 当然社区爆发 所谓第三波就是因为不封关 有些说法是因为豁免检疫 而是制造了一个漏洞 令到一些海外人士来到香港 将病毒打 政府就说不关大陆事 是海外的 大家都明白一旦不封关 变成那些人去到不同的区域 也有很多的关注 究竟有些居住 如池云山那些很大事 不过可幸地我们又暑假了 可以在教育局宣布提早暑假 然后现在多数学校都已经不需要学生回到学校 相对来说在教育 即是学校里面 传播链都可以暂停 是的 大家同事都在烦 开学怎么办呢 我们的同事在烦 开学9月 我想都是 全部都要进入了这个叫做 紧急状态 所有的上课都在网上进行 预备定都可以 不需要有过分的想法 如果不是的话 开学又会再来 连放榜 放榜都要在网上进行 现在教育局那边 和考评局那边相讨好了 那个民憑市的放榜原定在7月22日 即这个星期三 可以透过网上电子放榜 即是学校的校长可以取得学生的成绩 然后再分派给学校 即是学校可以透过他的方法 去送电邮给学生取得他的成绩 不过也有些深水清的朋友也说 杨局长同一个时间他好像在做记者会 他好像上星期晚上在说 香港有足够学位给大家 我不知道是否潜台词 就是说很多学生已经准备去外国 不过现在的情况确实是一个 香港同步疫情发展期间 上星期7月14日 特朗普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 并且一系列的行政命令 我们看到甚至乎有些计划 即是终止了个奖学金 亦终止了中大地质研究 以及美国之间的路线 就是太空科学研究 所以那些想到外国读书的 都很长时间 我一个学生想到畢業 想到做博士后工作 他们在申请mail 7月他们停下来办理 8月才开始 究竟8月可以怎样办理呢 如果9月又不是实体上货 不是实体上货 就不可以搞这个签证 即是实体上货 因为他真的有人安全 政府才会让他签证 我見到有些外國小粉紅很不高興 在說我們強國人都要去美國 但我不知他那麼喜歡去美國 他就不要做小粉紅 可能那些小粉紅都不能留下來 不過我覺得更大件事就是 香港自治法 香港自治法有議員在美國提出 所以大陸的反應很奇怪 不容許其他國家對香港 或者對中國的內政說三道四 人家是自己的國會 人家聯邦的法例 剛才提及過 終於特朗普總統上星期 簽署成為法案 有什麼影響呢 大家很關注中大有一個研究所 有一個地質的研究 和美國地質的調查會 調查局有合作的 這個項目已經結束了 據我了解 可能對中大也不太大影響 這個項目已經結束了 大家稱為 我們稱為 中大山上有個波 有人稱為UC波 我叫二龍珍珠 因為兩個水塔 中間有個波 就是我們的太空研究 所謂太空研究 其實它就是拿衛星的資料 拿衛星資料下來 要分析數據 要衛星定位 這個很重要 據說 我不開名說任何事情 據說這個項目已經結束了 其實十年前搞這項目的時候 2007年開幕的時候 真的挺高調 有些中聯版的人 諸如此類來搞 開幕還要是霍英東捐錢的 霍英東搖錦實驗室 可以想像這個已經去到國家級 亦可以想像有軍事背景 牽涉到霍英東 姓霍那些都不是以前沒有試過 美國被人拘捕 就說他販賣軍火 所以這項目已經結束了 我想這是一個例子 美國總統說給大家 你這幫人不要再在香港做白手套 借香港過橋 把高科技的東西 給我們美國送到香港用 這是一個好的例子 很明顯有人抄了東西 然後自己開發國產級的軟件 用了美國這些高科技 以後這些衛星可以用相同的技術 大陸的衛星可以看全世界不同地方的東西 這個都可以是軍事級數的故事 聽上去其實 你剛才說的項目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中大立即聲明 在去年沒有了 連研究所的所長都換了 去年也換了 但那個UC4還在運作中 運作中 但是因為他已經有自己的軟件 一搞了十年已經有自己的軟件 這個不需要再靠 很有趣的 但回來做所長的那個也是美國的學者 我不知道他還有沒有 跟美國有沒有緊密的聯繫 凡此種種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叫做香港自治法 對香港學術界的影響 現在還有很多的問號 就是說有很多的美國學者 究竟如果是美國人的話 他是否可以在香港繼續做這類的研究呢 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這個國安法出現 美國政府或者美國兩會的議員都覺得 這個已經令到香港不是一個很獨立自主的政體 就是一國兩制已經沒有了 既然一國兩制都沒有了 那就將香港當作中國其中一個城市 就是特朗普所簽署的行政命令 就是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 對呀 特殊的關係 特殊的地位 所以除了學術界之外 還有經濟上很多東西 有些公司想持有些美國物業 如果有影響到香港的自治的話 所謂有影響到香港的自治 就是否定了一國兩制的存在的話 或者是因為國安法的問題 而去提控任何人的話 那些人就會受到美國的制裁 聽下去 我的理解很簡單 就是以前美國都不是未試過的 伊朗也好 北韓也好 現在中共就會放下去 跟伊朗以及北韓同一個級數的一個敵人 所以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 很有趣的 知情人士不斷提出 他們其實在美國政壇 不斷提出 叫做中共 針對中共 不是針對中國國人 所以如果是中共黨員 可能都不能夠留在美國 最近美國也在傳說 在考慮制裁名單 就是制裁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禁止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進入美國 但在坊間也有人討論 共產黨員是9千萬個黨員 如果牽涉到家屬的更加接近一半個中國 所以有些人覺得 這個制裁的方式 針對共產黨黨員的方式 去制裁中國 第一 會否有效 第二 會否影響正常的交往 說得好像共產黨員 其實都是正常人 不需要制裁他們 都是正常人 不過有些人就深水清 就去看看 原來最近這幾天 搜尋退黨這兩個字 忽然上升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 去了美國之後 就很想退黨 我們看到這個位置 好像是一種 香港人習以為常的思考方法 就是可以愛中國 但不愛共產黨 黨和國 在香港人的過去一路 他們的想法就是 黨和國是分開的 而美國也是拿著這個位置 就是我不是針對整個中國 我是在制裁共產黨的黨員 就是禁止黨員 去一個旅行禁令 不讓他們去美國 不知道 還有一些持有美國物業 各樣東西 如果他是黨員 或者是那些公司又會制裁 美國物業又會制裁 那都挺提議的 最嚴重的就是 對於香港來說最嚴重 剛才提到學生 以前我們第一次申請是拿了十年 以後就沒有這支歌仔唱 但這個位置 亦可能正中了中國內部的一個軟勒位 就是我們看到習近平在求是 都直接說 不是 中國共產黨就是國家的一個執政黨 黨國不分 再次重新是黨國的關係扣裂 即是美國嘗試分化 中國裏面 黨和國之間的關係 而中國再一次強調 我們黨和國是緊密的聯繫 於是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美國借著力 嘗試去釐清兩者關係 但中國死都不肯 更加說得很清楚 就是黨和國之間的緊密的聯繫 於是聯繫到香港現在立的國安法 我們有時有些同事之間 也有老師之間都會討論 未來如果一個老師或一個學生 公開地說 他可能愛國 中華人民國和國 但他不愛共產黨 他認為國和黨是分開的 其實這個會否危害到國家安全 肯定不會 問題就是國家安全法 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字獄 你見到我這裡有這樣的標誌 以後的老師們這些東西 我見到很多學界的朋友 已經把社交媒體的名字全部改了 希望不會讓別人認到是誰 就算是認不到 他們連在表達方面 我只見到這幾天都是發表 飲飲食食 飲酒 走山的 其他東西都不敢再貼出來 我想第一 我們想說 國家安全法對於香港的破壞 是相當之嚴峻的 令到香港已經 一個 兩政當然無存之外 所有人都開始禁星 第三 有很多人打算撤退或者走 但是看回美國並立的或者總統簽了香港的自治法案 你認為香港已經沒有自治了 所以財經機構提供貸款也不行 聯邦基金的存款機構也會禁止 在一個財政上我覺得這個反而更嚴重 好像有很多的公司已經準備撤退 因為兩樣夾工 有國安法之下 很多美國的科技公司就會搬來香港 現在提到情況也是類似 兩面夾工現在香港的金融機構 一方面今天路透社有一宗新聞說 有內幕消息人士透露 現在香港的金融機構即銀行 已經在審查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戶口 在想國安法之下 再跟民主派人士有戶口聯繫 會違反國安法 亦開始在做憂慮 但同一時間香港自治法案 亦提出有可能制裁一些損害香港自治的官員 個人或機構 除了禁止他進入美國境內 或凍結在美國的資產 亦威脅制裁和他繼續有聯繫 即有戶口往來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 現在金融機構很害怕 第一件事是如果繼續幫民主派人士有戶口 將來有機會違反國安法 同一時間亦可能 我繼續服務那班高危的官員 又是高危的公務員 譬如選舉主任 會否萬一美國做一個新的名單 即是三個月之後 新的名單出來了 就說這些官員 這些公務員 違反危害香港自治 宣佈制裁他 兼且與他有聯繫的金融機構 於是那些金融機構就很頭痛 第一 你要有一間在香港做註冊的本地銀行 即在香港做生意銀行 基本上沒有可能和美國有任何的 即是沒有任何的聯繫 基本上沒有可能 而香港的任何一個人出糧 其實都要靠銀行戶口出糧 沒錯 不會像以前那樣 將錢進入信封道 然後交給你 於是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萬一的官員 或者純粹是一個公務員 列入了制裁名單 而他可能在本地銀行 是有一個出糧的戶口 已經受到威脅 據說江湖傳聞 名單還未出 而特朗普對於放林鄭的名字上去 就有些保留 覺得一開始就這麼嚴重 好像不太好 只是姿態 但起碼有了這個法案之後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這個九大制裁措施 都涵蓋很多事情 即是政治也好 經濟也好 科技也好 亦都是有很大的影響 即是說香港已經淪為 真真正正大陸裏面一個普通的城市 各界反應 大家又看看 各界反應 我覺得各界反應都幾搞笑 大陸當然繼續說 這些是香港是中國人的內政 還是這樣去吵 似乎他們都沒有辦法 我看到最有趣的是 葉劉淑儀 她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其實暫時現階段 美國不會制裁香港官員 不過如果 國安法檢控知名人士 或者立法會 真的取消了一些大量的 泛民後書人資格 美國就會真正出招 我聽完這個分析之後 你會覺得葉劉是否傳話 告訴香港政府 現在暫時未出過名單 不過如果你 譬如拘捕大耀廷 或者DQ了那些 凡民主派的候選人 本土派的候選人 制裁就會來了 這一個 見到國界葉劉的分析 似乎好像在通報信 告訴你 怎樣我就會制裁你了 好像傳話一樣 不過這也是事實 現在的名單還未出 其實都是說 有了這個法案之後 他就看官其行 聽其言 看看那些人會搞什麼 對付香港 令到香港的自治 或者令到香港的管治 沒有辦法進入 無法保留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 大家亦都想回頭 為何北京的政權 現在6月30日 這麼晚的時間 然後正式 我經常說是 潛建 一個基本法 打開附件3 不斷塞進去 在大陸過了 又沒有諮詢又沒有成 還要66條的國安法 就塞進去香港 然後7月初 即是香港的基本法 塞進去 然後7月初 急急開了一個 拿了整個酒店 一個東廠 在香港建立了 即是要搞一個酒店 即是有很多人在這個 這個叫做 國安處 還是什麼 國家安全局 這樣的機構 去整治香港 為何要搞到這麼大棚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會不會是針對 我覺得是針對選舉 因為7、8月都是報名 所以現在民主派 有些人在爭執 簽不簽這個確認書 或者什麼要去處理 譬如黃之鋒今天就報了名 有些是幾個人一隊 即是不同隊 幾個人一齊 都是經過凡民初選 走去報名 究竟誰會被DQ 而透過什麼人去DQ 如果那些選舉主任 據說已經是幾個區 都調亂了 那選舉主任 會不會是因為這條法案 即是香港自治法 而不去DQ人 這個真的要留意 如果願意去做選舉主任 其實他們應該考慮過 不願意 如果不願意的話 其實公務員系統 有很多方法可以卸掉他 即是 所以要調人 可能也是這樣 即是你立即問他 你願不願意 問民政事務專員 問他你願不願做選舉主任 他覺得很大壓力 然後看醫生 很大壓力 很焦慮症 可以卸掉他 然後現在看到那五個已經坐在這裏 即是他們已經深思熟慮過他自己 可能未來潛在的後果 並且也可能考慮到他 不論他的後果也好前途也好 可能他願意做那個選舉主任 我想那五個都心思熟慮 這就是本港的反應 暫時我們還在觀望中 當然我們看看國外的反應 大家都看到中國的朋友 是遍天下的 也有些國家 譬如北韓、伊朗 會支持國安法 但因為美國簽了這個法令之後 很明顯 歐美國國 即是歐洲 起碼英國 和歐洲其他國家都會跟從 即是會考慮這些制裁的名單 都會陸續出現 所以這個影響 其實就不只是美國 而是連帶到歐洲 尤其是英國和法國 德國是比較曖昧的 德國就好像 希望維持和大陸的關係 但是德國以外 有些什麼五眼聯盟 都已經開始考慮 我們再詳細些 跟從美國這個做法 好像真是八國聯軍又來了 現在看到環球局勢 看到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定立之後 越來越多國家的動作 包括最大的當年是特朗普 上個星期簽署香港自治法案 以及一系列的行政措施 另外同一時間也看到 譬如英國今天宣佈了 中市和華為的合作 並且要求國內的機構 要在2027年之前 移除華為的設備裝置 所以今天駐英國的大使劉曉明 就很生氣 英國基本上放棄華為等 和放棄你的未來 說到這麼嚴重的言辭出來 而見到譬如英國也好 放寬了BNO人士 去英國的居留權限 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亦開始想一些方法 去吸納潛在需要逃難 離開香港的人士 慢慢的動作越來越多 甚至令人比較詫異的是 繼7月4日美國獨立日 美國兩支航空母艦戰鬥群 在南海進行軍事演習 原來以為他做一次演習之後 起碼是假期一段時間 原來上星期7月16日 又再一次在南海演習 再加上一個訊息 就是連英國那邊都在考慮 將他的航空母艦 伊麗莎白女王號 就是長住在太平洋的地區 並且這是他未來的規劃 似乎都真的將軍事的戰鬥力 英國也好 美國也放重在印太地區 大陸的媒體也提到 很多人也有報導 美國的無人戰機 即是無人駕駛那些 好像很大隻的航拍機 這隻大隻到可以放飛彈 曾經進入中國領空 去到福建 似乎測試大陸有什麼反應 結果是沒有反應 完全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到一個地步 懷疑是廢話 即是全球之英 在一萬多尺的高空飛入中國領土 但也聽到比較確認訊息 就是說美國的偵察機 已經幾次飛進廣東 未飛進中國境內的燈 但在廣東的沿海裏 做他的任務 於是看到 除了各個法案的簽訂之外 也看到軍事力量 在中國南海的位置 都是加緊壓的 有兩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 是說特朗普現在被拜登 迫得很厲害 因為美國的民主黨 似乎在選舉之前一年 即是總統換屆選舉之前那半年 遙遙領先 令到美國很急 於是有些人的說法 就是說 美國總統一急起來 就會打仗 過去的歷史紀錄 就是打仗的總統 結果都是能夠贏一屆 當然贏一屆之後 第二屆就不會再贏 但似乎 都不能夠排除 有這樣的舉措 就是在南海動武 第二個想法 我也是這樣想 南海動武相對於安全 因為人命損失會減至最低 怎樣動武 就是因為南中國海 那個叫九段線 一直打了一個大U型 中國就立了很多島嶼 其中在南沙群島 有些島嶼 因為他們的航母不夠厲害 我覺得很可惜 破壞了這個大自然 本來是珊瑚礁 將它變成機場跑道 據說 特朗普總統已經幾次提出 要將它炸平 我想它都很煩 我們經常說生態敏感地 以前都說過 填海地 填海之下 你要恢復它很難恢復 它好像是珊瑚礁 你怎麼恢復呢 你是不是炸彈炸爛了 它就是恢復 我相信會被環保分子吵到飛起 總之怎樣都好 它都在想辦法 怎樣對付 所謂南海的水域裏面 因為有一邊 東沙那邊就是台灣 南沙那邊還是大陸佔區 現在相當接近菲律賓 已經引起東盟幾個很不滿意 所以東盟一定會支持 美國和英國的那些航母 去那裡主持公道 其實這個國際法庭 已經判了中國 沒有可能佔據南海這麼多的島嶼 所以這件事 我想還是一個潛在的炸彈 好像比北韓射飛彈還緊張得很多 當然最緊張的是 我覺得大陸現在好像 有些人都說 習近平好像失蹤了 因為其實現在大陸應該是粒粒亂的 又水災又成 再補充多一點 你看到最近 你剛才提到北韓的問題 反而最近特朗普還在談 考慮在南韓撤軍 但是同一時間 第一就是承諾了給日本 購買了105架F-35的戰鬥機 然後也是去售賣外國者導彈給台灣 激到中國要宣布制裁 諾希·Martin這間美國軍用公司 哪製裁呢 但這間美國軍用公司 我看過她的Facebook 看到她完全沒有理會過這個制裁 當然沒有理會 而且股價還在升 是的 賣這麼多飛機 給這麼多在東亞的國家 所以中國的反應 似乎是告訴大家 她真的自顧不暇 大家知道現在整個長江 甚至去到黃河的流域 黃河未試過會有水災 但是主要長江 都是有很嚴峻的水患問題 中國應該是自顧不暇 剛剛看過中國內地的災情 我也覺得有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就是你看美國 譬如之前的颱風的時候 美國那邊就會訪問到很多民眾 民眾就說政府辦事不力 但是在中國那個地方 你看到雖然災情也挺嚴重的 很嚴重的 因為我們見到已經是 用那個洪峰是可以編號的 就是一號洪峰、二號洪峰 剛剛長江二號洪峰過了三峽大壩 並且看到各地也有一個挺嚴重的災情 有些地方就是為了去保護下游位置 炸了一些堤壩 讓水流入較低溫的速洪區 他們的說法是有二千多萬人受災 但是我們除了看到城市名 有幾多人受災名之外 我們不是很接收到一些民眾的資訊 來自民眾的聲音 基本上沒有 沒有 封了 封得很緊要 我想你們裏面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是一面唱好 就覺得又沒有疫情 水災又受控 於是搞到香港的邊境羅湖 不是羅湖 就是另外一個西部的通道 很多人竟然覺得香港有這個疫情的發展 就相當危險 竟然排隊回到大陸 那怎樣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覺得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 其實幾年前 都已經有維吾爾族人權的問題 大陸幾年前已經在上高建集中營 剛才高提到英國的大使 就是中國駐英的大使 曉明幾次在英國被人質詢 都是無言以對 第二就是去年開始引發起武漢肺炎 搞到英美兩個大國 現在就不知如何收科 尤其是美國在這個新的疫情之下 這個新的病毒已經變得腫 已經是令到美國的疫情相當之嚴重 在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背景之下 我自己也相信 無論美國是誰做總統 現在特朗普簽了這個法案 那個叫做 後果也好 那個影響也好 都不會有太大的轉變 就是說制裁 有了九個重要制裁 特朗普未落任 我不知道他是否做總統 但我想幾個月之內 就會有比較清楚的一些訊息 怎樣去制裁 不論如何 無論我們怎樣去看 就算這個國家是強大之外 我們都看到現在都面對著內憂外患的情況 沒錯 外患就是幾個國家聯手對中國進行一系列的措施 內患就是水災 接著又有疫情 相對可能疫情已經壓得較輕微 但內憂外患的情況 我們看到譬如民主國家 譬如美國、英國等 那些元首或領袖 都會發表一些演說 去跟全國的人民去維繫精神 團結等等 但近日確實我們見不到 習近平走出來 發表一篇動人心弦的演說 讓中國人民聽下去 覺得這個國家是能團結 一致去對抗各種的情況 還有經濟也是一個問題 雖然他說到6月大陸的經濟已經復甦 不過好像沒有甚麼人相信它的數字 因為中國一向是靠出口 在中美貿易戰之後 其實再加上疫情的影響 世界經濟已經準備進入蕭條的狀態 大家也想像不到中國如何進入經濟復甦 我們看看習近平2023年的時候 到底是想用一個成功領導國家的姿態 繼續去連任任期 還是純粹靠個人權術 來達成連任的目的 是的 2023那麼遠 我等不及了 我想2020年底 2021年年初 我想都是這樣 即是說 裡面應該會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變化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